加薩及還有埃及接壤的拉法關口 在一號放行 目前已經有三百三十五名的外籍人士 以及七十六名傷勢嚴重的加薩人 成功越境 也是伊哈戰爭超過三週以來的第一次 超過四百名外籍人士 以及加薩傷患跨過拉法關口 根據埃及消息人士 以及一名巴勒斯坦官員的說法 這些人是在埃及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斡旋下 成功獲准越境的第一批 一位熟悉埃及計畫的外交人士表示 大約有七千五百名持外國護照人士 將在兩週內撤離加薩 關口放行幾個小時後 哈馬斯持續朝以色列南部發射火箭彈 過去兩天 以軍在與哈馬斯的激戰中 有十多人陣亡 當天稍早 以色列連續第二天空襲 賈巴利亞人口稠密的難民營 即擊斃中央賈巴利亞營指揮官 畢亞里之後 哈馬斯反戰車飛彈單位指揮官 阿薩爾也遭殲滅 一位西方官員消息來源表示 拉法關口的撤離放行與其他議題 例如釋放人質 要求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同意為人道而暫時停火等無關 美國白宮認為哈馬斯未來 無能治理加薩 速度走訪中東的國務卿布林肯 預計三號訪問以色列跟約旦 公事新聞 黃月倫別一 黃月倫別一 黃月倫別一